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学或者是什么大传院校的院长 他是神学院的院长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台南神学院的院长 胡牧师欢迎您 谢谢 牧师我对于现在的这个整个基督教这个大环境 我是很有负担的 我很想要来去做一些什么改变 然后想要去把圣经的价值观传给现在的年轻人 然后我觉得现在很多教会他们的方向 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然后很多牧师开个YouTube频道 吃美食 然后开卡丁车 然后或者是什么把夜店带到教会里 把教会带到夜店里这样的东西 一直不断的创新 这样的东西 那你身为台南神学院的院长 照到讲你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你对于这些创新的看法还是什么 我先讲一个信仰的原则 教会是要改变社会的 并不是被社会所影响的 那如果是说 当然我们要得人如鱼 我们要得到什么人就要像什么人一样 这个是保罗他给我们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 照我个人的一个信仰体验 因为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 那按照我的信仰体验 无论在什么时代 无论是过去 无论是现在 甚至是未来 应该教会是要扮演一个社会的领头羊 并不是让社会去影响 那有时候教会会成为这个 被社会所影响 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就是说变成世俗化 那当然如果说 你用的方式 可以让上帝高兴 可以得人如鱼 能够让教会增长 我们可以尝试 但是如果说人都不高兴了 上帝会高兴 那如果说上帝不高兴 人也不高兴 那教会如果说 好像很多人好像夜店 好像都是一时感情的去 那个永远没有办法长久 这个信仰基本面就是要 把所有我们的福音的种子 是建立在这个信仰的基本面 让这个福音的工作是永恒的 并不是只有那一刹那的 那受到社会的影响 好像是说光鲜亮丽了 或者是说办了很多的这些 好像跟信仰没有关系的 那最主要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说让教会一直增长增长 教会增长有很多文化 有一个是长高 有一个是长胖 什么叫长高 长高它是它的灵命 它的人格 甚至它的整个价值观 甚至它对于福音的一个使命负担 对上帝的呼召 这个就是很正确的 那在教会里面是合一的 这是叫做长高 那如果说长胖就是外来的这些东西 然后来了一阵子又离开了 教会有问题 这个就是长胖 教会比较长高是比较好 那你现在看台湾的所有教会 不管派系 是属于长高的状态 还是长胖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真的跟人一样 就长高很难 长胖很简单 那我觉得这个牧师 你这个形容就很确切了 就在教会里面 那当然教会里面的长职也好 或者是服侍同工 都希望教会可以长得又高又胖 又高又胖 这就是大家一个非常棒的目标 然后将来建神的时候也比较好交双 就是你看我们教会 这一个个又高又胖 是不是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现实 就是要不然 有的教会就是又瘦又高 要不然有的教会就是又碗又胖 您看到情况是不是这样 教会应该是又高又壮 又高又重是健康 我常常比一个例子 一棵树如果是结石累累 而且是枝叶茂盛 结石累累 很多人很喜欢去 有果子可以吃 包括这些飞鸟也很喜欢来 也有人很喜欢去乘娘 这个是健康的 那如果说一棵树 长得很高 也不会结果子 那也不会有枝叶茂盛 不但飞鸟不去 人也不想去 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得到让你生命得着丰盛的地方 所以就是不太健康 是这样子 我的概念是这样 那在台湾的教会目前是这样 当然我是长老教会 我现在就持平而讲 现在长老教会不是比较属于老化 就是教会的一般都是属于老化 那现在有一些新兴的教派 新兴的教派 是独立的教派 它是增长很快的 那后来我发觉 里面会增长很快 当然也有一些长老教会过去的 那长老教会过去的 这些应该是给他们长胖 不是长高 真正的长高是从外面 我们去传福音所得着的 这个叫做长高 所以现在目前台湾有很多的新兴的教派 特别有几个新兴的教派 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它也拉倒别人的羊了 所以它长胖 并不一定长高 当然不可否认的就是说 它在教会里面有办很多活动 有很多年轻人 同辈群的一个相聚 让这个教会 很多年轻人很喜欢来 所以长老教会也有不少人被吸去 那当然被吸去之后 就教会的长子会觉得是说 我们教会为什么都温宇不正 为什么新兴教派的 为什么那么强壮 人那么多 整个增长就那么快 那当然有方式的不一样 礼拜的不一样 还有教会的传统的不一样 这些都有很多的因素 我们可以慢慢谈 在我看来 因为其实我信主的时候 我是没有被什么那些活动啊 或者是这个东西吸引住 我信主最开始就是 我的牧师告诉我说 就是你活着你要有目的 你活着你要有目标 我那时候很讨厌基督徒 我很讨厌基督教 我就跟神说 OK好我就读你这本破书 OK然后我看了 如果你可以改变我的话 如果我这么聪明才智 你可以改变我的话 你可以用这本书改变我的话 我就信你 然后我就看 看之后我才发现 有这么多的智慧 在这本书里面 然后人生上面所有东西 全部都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吸引我的 不是任何教会的这些活动 各方面而是神的话 我觉得太多教会 把focus放在建立关系 跟把教会弄得 就是好像很爽 很开心 基督徒变得跟世界一样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长老会我必须说 也变成这个样子 你觉得我们要怎么去改变 这个样子的事情呢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幕会三十几年 那后来才到学校去当专任的老师 我用我幕会的一个经验来分享 就是说 长老教会它有很好的组织 那它有很自私化的礼拜仪式 那当然也有很完整的 这个敬拜的程序 这个是无口否认的 那我幕会的时候 我知道一定要有一些活动 能够让会友能够对教会有相信力 那让会友能够喜欢来 甚至也可以 透过这样的活动 透过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这些program的一个设计 那导引他的朋友或者他的亲人来到教会 因为很多人如果说到教会去 如果没有 有一个诱因 我说想说诱因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新兴交派 他会设计很多program 让人家来礼拜堂就是要有诱因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教会它存在 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的上面 那当然这些东西就是一个诱因 那让他们能够来 这是一个诱因 这个很好 但是如果说 把这个上帝的话语的这个东西 你把它变成一个次等的地位 你只有去设计这个program 那把所有的焦点都到那边去了 那个就是没有回到信仰的基本面 我们这些诱因就是要把它带到 这个信仰的基本面来 这是我体会到的 因为旧约先知曾经提过 就是说人饿并不是没有东西 没有面包可以吃 人渴并不是没有水可以喝 就是没有遵守上帝的话 没有遵循上帝的话 没有回到上帝的话的基本面上面 所以我是觉得说设计一些program 如果能够吸引人来 这是好的 这是好的 但是不要去摆错位置或者是失焦了 如果说失焦了摆错位置的时候 设计这些program就失去 那个功能跟意义 一定最主要目的就是要 他们进到教会 得着救恩 是这样子 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 我们其实每次祷告的时候 都讨论的一个东西就是要合一 教会要合一 然后这个要合一 那个要合一 你觉得最阻止基督教的 你刚刚说这些教派 合一的原因是什么 我知道 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那每一个人对于同样一个东西 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解读跟体验 体验之后的一个解读 我在神学院教书 或者是在神学院跟同学讨论的时候 都会讨论到教派主义的一个发展 教派的一个发展 那当然 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说 我们不要分教派 我们就是一个教派就好了 那从历史上看过来 这是很困难的 有讲过 如果说我们没有把信仰摆在 这个上帝的话语上面 没有摆在信仰的基本面上面 只有用自己的一个解读去做 就会产生分歧 一个例子 如果说在宗教改革之前 他都没有所谓的教派 只有一个大公罗马教会 叫做 我们现在分出来之后 叫做罗马天主教会 那Loman Catholic Church 那个叫罗马大公 那其实在这个之前 东正教本来是跟罗马天主教是一体的 那因为1053年就分开之后 分裂之后 分开 迁都到东罗马之后 这个军事坦丁大帝迁去之后 经过很多时间的 时间空间历史的因素 他会个人对神学的解读的不同 所以东正教他觉得他们是正统的 他们已经受到拉丁文化 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所以他们是正统的 这个是广义上来讲 这个是教派 那后来马丁路德觉得是说 这些天主教 罗马大公教会的教皇 但是教皇绝对无物论 而且都会用人的模式去取代圣经 所以用他的模式去解读圣经 导致很多这个宗教改革家 曾经努力过 但是被杀掉 因为那时候教皇是有 这个异端裁判所 他有掌这个权力 这是用他个人的一个观念 用个人的一个想法 把它建立在信仰的上面 我们应该要站在一个信仰上面 去思考自己 然后用上帝的话在上面 所以教派主义并不是不好 但是如果是说因为我跟你的感情不合 那我离开 我们还是同一个教派 这个我就觉得说 这个是个人的一个问题了 当然教派主义发展之后 像马丁路德走出来之后 也有很多宗教家这些神学家 跟他所在一起的 但是因为对于神学灵略不同 又分歧了 分了什么教派 这个并不是不好是好 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敬拜同一个上帝 但是不要不同的教派的时候 彼此攻击 这样是不好的 我常常讲 如果只有用人的理性感情 去看待教会 要去传扬福音 有时候这是很有限的 我们还是要回到信仰的基本面 先做这样一个分享 是这样的 刚说到这个教派 现在很多各方面的攻击 教派之间彼此攻击 就是福音派跟领恩派 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控制教会最可怕的地方 其实就是在政治上面 然后基督徒常常讲说 我们不要讨论政治 我们不要把政治放到教会里面 但其实在新闻上 还有在各方面看来 我觉得台湾的教会是非常政治化的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 对于长老会会完全没有经过思考的去支持民进党 就算同性恋 同婚各方面是不被圣经认可的 但是好像长老会还是在支持同婚 然后还是在支持这些东西 教会被政治控制的 好 我先分享一下 因为我这次有机会来美 我就是为了台南神学院的事工 去做请安庚报告 那我先分享一下 可能有很多人对台南神学院 对于请安庚的客板印象 觉得台南神学院很政治化 而且太过于 好像很liberal 就是说自由神学 其实我想我简单做一个历史的叙述 我们都知道台南神学院的设立 是因为186年有一位玛雅各医生 他从英国来到台湾 他是要做医疗传道 那因为他来他是西医 做的效果非常好 那有一些汉医 就针对他的西医的这种方式 就是非常的这个排斥 因为他免费嘛 那汉医生医就被他抢走了 就开始诽谤他 说他挖人家的心脏内脏去做药 挖眼睛去做药 那这是一个误会 所以马尔哥医生去到台南 不久就被赶出去 那时候在其后 就是现在的期间 有一个英国领事馆 就到那边可以说到保护 后来英国的政府 他有出来跟清朝政府去协调 后来马尔雅各医生才能够又回到台南市来行医 那他的目的就是说 我要做医疗传道 他做这个医疗传道之后 后来有一些人来信主 那信主之后呢 就是因为他是医生 他并不是牧师 他不能跟人家洗礼 那不能跟人家洗礼之后 就是要派英国的牧师过来 所以英国就派了马尚 第一个很年轻的牧师过来 但是他还没有来到台湾就葬身 因为海滥嘛 海滥 海滥 那没有办法来 所以英国的教会就是在神学院就去呼召 就有一个叫做李秀 他还很年轻 神学院还没有毕业 快毕业了 那为了这个需要 所以就马上跟他封牧 就派他到台湾来 那是到台湾的第一位牧师 就马上封牧 我们知道神学院毕业 一定要一段时间才能过封牧 就跟封牧就台湾来 就跟马尚哥医师就开始 这个做医疗的传道 所以那时候李秀牧师来就可以洗礼了 就有传道人要培养嘛 他就觉得说 我们只有英国人在这边 做本地传道有那么有限 是不是我们能够在这边来设立 这个速成的传道养成班 所以那时候设立两班 一班在台南 那一班在齐后 就现在齐津 就高雄港附近 那两班就1869设立 那后来到一段时间之后 发觉说 想来当传道人的学生越来越多 所以就在1876年 在台南神学院 就现在这个地方 就设立了台南神学院 那时候刚设立的时候叫做福城大学 是台湾第一所西式大学 那是由巴克里牧师来传福音 来带领这个学校 他是第一任的校长也叫院长 后来他去世之后就有一个万荣华牧师 来当院长 那这个过程当中有碰到中法战争 所以中法战争的时候台南神学院就关门 因为宣教师还有一些物资没办法进来 就关了半年 有半年之久 1940年代因为日本发动战争 日本的政府控制台湾 就跟台南神学院讲 你的院长又要我们日本人来当 神学院说我们这个是神学院 并不能屈服一个政治的下面 所以台南神学院那时候灵为一岁 不合瓦全 所以在这个信仰的理念之下 关了八年 OK 关了八年 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神学院的学生在读书 那没有办法他们就把他送到这个台北 台北叫台湾神学院 现在叫台湾神学院 当时叫台北神学院 就送到那边去读书 八年后 1948年 战争已经结束了 万荣华牧师又回来当这个院长 那院长之后 1948年他觉得说 应该要由台湾人来接棒 要副校了 所以黄藏会牧师 他从英国回来 接棒担任这个院长 那为什么台南神学院会被误认为是说 这个都是跟政治有关 只是要从这边开始 因为这个黄藏会牧师 他的爸爸 黄书明黄死命牧师 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汉学家 他是清朝时代的人 他本来在长中中学教书 是用闽南话教圣经 日本政府一来说 你一定要用日本话 他说我 我没有受过日本教育 我没有办法讲日本话 他说这样你就要离开 像这样用政治去干涉到信仰的 好那他爸爸就去募会 那黄藏会牧师他出生了 他很优秀 他在学校因为成绩太好 所以日本人常常欺负他 因为我们是殖民地的百姓 他们是殖民者 所以这个 这个黄藏会牧师 常常被骂清国奴 什么叫清国奴呢 他说你们清国 就是我们日本控制的 才会打败 你们清朝会妹 那后来我们战争 你们还是都听我的 那时候是日本时代 所以你们台湾是属于 这个清国的奴隶的奴隶 所以你们是我们的奴隶 的奴隶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生气 就跟日本人吵架 结果日本学校又把他开除 结果他经过很多牧师 他爸爸一起去说相 让日本政府知道之后 日本学校知道之后 才让他继续读书 他很优秀 他非常的优秀 那因为他太优秀了 当时日本时代 政府不喜欢台湾人 读政治 读军事 读哲学 不喜欢思想的东西 他很喜欢你当医生 就读医学 读农业 读工业 增加生产 那因为黄章慧牧师相当优秀 他在台湾就高等学校毕业 他到这个东京大学去读哲学的一个学士学会 那是很优秀的 是相当优秀的 牧师学哲学 对 他那时候还不是牧师 他是一个学生去东京大学读哲学 那去读哲学之后 毕业了 要回来台湾 他弟弟那时候是读台中一众 刚好也去日本 去毕业旅行 要准备回台湾 要准备回台湾 那准备回台湾的时候 他们就在船上就碰面了 他们已经好几年不见了 不像现在有LINE 有这些电子媒体 可以马上通知人在哪里 那时候是很困难的 他们就在船上 就看到了弟弟 非常高兴 就一直讲美男话 那时候是殖民时代 你怎么可以讲美男话 所以他的日本教官 他弟弟的日本教官 过来就拿他巴掌 就把他弟弟 抓到船舱去处罚 黄昌慧牧师非常非常难过 他说 我的弟弟 而且我是台湾人 为什么我不能讲自己母语 我爸爸都这样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他很不甘愿 所以他想了 想之后 回到他的船舱去穿了 这个文官服 因为大学毕业有一个文官服 就黄昌慧牧师 东京大学毕业的文官服 去见他弟弟的教官 跟他的教官讲说 我弟弟会讲美男话 就是因为看到我 我们好几年没见 处罚你处罚我 那教官看到他是东京大学毕业 就穿文官服 相当敬佩他 说你出去 这个事情我了解了 就在这边就好了 那黄昌慧牧师他一直想 为什么政治要干涉到这个信仰 甚至人要文化呢 他因为他太优秀了 他毕业之后 又到英国读书 建桥的 Westminster学院 去那边读神学 在那读完神学会来当牧师的 那他读完了这个神学院之后 要回到台湾 那时候已经1948了 已经战争结束了 他拿着当时日本殖民 政府的护照给他去英国的 他又拿那本护照回来台湾 那时候台湾已经是国民党 就是蒋介石政权掌权 不让他进来 这个是日本护照 我们护照也进来 他拿着又去问日本政府 你这个是 你不是日本人 你是台湾人 他相当的难过 他说为什么这些政治的东西 为什么让我这个信仰 还有我的人格 受到这样的扭曲呢 所以他再回到英国去 他是跟英国人结婚 后来他才能够回到台湾来 所以他在英国发明了一个字 叫做contextualization contextualization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本土化 除境化 实况化 或前进化 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个人生长在台湾 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我生长在这个地方 但是不能因为政治 这个因素 让我失去上帝给我的这个身体的提 因为我是讲缅男话 我母亲母语 而且我是吃这样的食物 我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但是你不能用一个殖民主义者的一个心态 来把我们的所有本来的提 我们的body这些东西都把它抹杀掉 应该要尊重你 所以这个才他发明的是这个字 这个在英国建策大学是很有名的一个字 台湾人发明英文 contextualization 所以台湾神学院的神学 就是处境化神学 实况化本土化 是这样产生的 那因为这样子 有这样的这些因素 所以黄章慧牧师才一直强调 我们生长在台湾 应该由台湾人来当家作主 所以当时看到政府有什么不对的时候 他马上提出纠正 看到蒋介石政权国民党政权 有什么不行的时候 有什么违反人的尊严的时候 马上提出这些问题 所以导致台湾神学院被误认为说 是一个政治的学校 并不是这样子 并不是 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到现在我还是秉持一个 我一定会站在圣经信仰的基本面 如果看到社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还是会指出来 从圣经的基本面去指出来 所以我在台湾的报纸 我写社论 写方块文章 写一个专论 那有的一些社论比较敏感的 我就没有用我的名字 因为 你有笔名吗 对 也没有用笔名 社论是不用名字的 所以台湾神学院是站在这个信仰 站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上帝所给予的 这个时代的使命上 扮演这个角色并不是去反对政府 那当然 刚才我们一点问到的就是说 现在如果政权有什么不对的 我们是不是还要一直去护和 还要一直是赞同去吹捧 是不是因为他有利益给我们 其实我站在我的信仰上 这是不对的 其实长老教会也好 或者台湾神学院也好 会做这种事 那当然也有一些 我们都知道 难免人是感情的动物 有一个月韵效应 什么月韵效应 因为以前国民党时代 对长老教会是很大的打压 那民进党政府起来的时候 也因为台湾神学院发表了很多的宣言 民进党政府是很欣赏的 所以那时候是比较支持民进党政府 这是毋庸置疑 有历史的因素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 我刚才讲过 我们有一个月韵效应 英文叫Halo Effect 你说我要爱这个人 就爱无疾无嘛 他任何的事情 我都觉得他是好的 但是如果我厌恶这个人 我觉得他的所有的事情 包括他养的狗很可爱 我也觉得那只狗我很讨厌 我想把那只狗 把他踹 让他那狗哀哀叫 狗跟那个人是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叫月韵效应 那可能在一些的 长老会的信徒 可能有这个月韵效应的一个心理的情况 所以才会有一个感情的 这个靠边站 那其实我刚才讲过 我写过很多文章 也站在时事 站在生活 看待这个社会 是从圣经 从信仰出发 所以我现在在台南神学院 担任 这个负责人的一个工作 我很注意到这个分寸 一定要关心 这个整个政治 因为政治 是牵涉到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整个社会 这黄上坤牧师传承下来的这个信仰 对我影响很大 那再过来就是说 应该要站在信仰上 去看待事情 并不是站在政治 统治者的眼光 你看台南神学院 在1940年到1948年 领院关 关了八年 另外一岁不为瓦全 这是台南神学院的精神 我觉得你讲到很重要 而且也解释了 台南神学院会有 好像是完全支持民进党一样 其实也不是 是支持民进党的特别大神 个人认为是这个样 我觉得是不管是 基督教里面的 各个宗派也好 或者是各个体系都好 其实你会看到 并不是所有的人 能够真正的 就是顺服上帝的话语 而且是完全按照 圣经的方式去思考 其实绝大多数人 他们是不明白的 就是那些教的最大声的人 所以我觉得是 在这些人 他们的盲点里面 就会给人造成说 灵恩派的教会是怎么怎么样 长老会的教会是怎么怎么样 但是其实我觉得说 如果你真的是 就比如说牧师刚才提到的 你真的是明白神的话语 而且你真的是 顺服神的旨意 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教派 在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common ground 然后大家是可以合一的 但是现在很多的问题 就是太多的人 他们不管是说 在圣经学习的方面也好 或者是对神话语的认识 了解 顺服的程度 理解的方式也好 这些造成 就他们的人比神更大 他们自己的 这个老我的东西太大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 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认知 很多时候是有很多盲点了 我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看起来就是 对我来说啦 像说我跟你一个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然后一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台湾人 然后我们两个可以合一的去做这个节目 然后我们抛去任何所有的政治成见 政治色彩 对 我们都没有互相骂 对 我觉得为什么 所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可以在圣经上面合一 我们可以在圣经上面的律法上面 得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跟目标 然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传福灵 一切是要以耶稣 我们不管什么 本土化还是外来文化 对我来讲 我们全部把全部基督徒 把眼睛钉在耶稣上面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合一 其他的都会被情用式的政治化 对我来讲是这个样子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谈到了很多合一的问题 还有台南神学院 这些真的是关于历史方面的这些事情 我真的是从来没有了解过说台南神学院的历史 甚至是就是我们听到刚才很多这种故事 其实对我来讲非常激励 就是在那儿一个战争的年代 在那儿一个受压迫的年代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的精神 他是秉承着耶稣基督徒的精神 就是不允许说政治干扰到我们的信仰 那当然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的这些人 包括我们前几年看到COVID 就是政府一定要强制教会说你们不可以聚会 等等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 那我们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时间 就是让我们再次思考说 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勇气 我们真的是要按照神的话语去顺服 去生活 这成为我们生活的唯一的标准 那你看完了这期节目 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那之后呢 我们还与这个院长 我们还有更多的访谈 我们会陆续的放出来 向大家见识收看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菲莉莎 我是依赛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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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